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在立法院三党不过半 这是国会改革最大的一次的契机 在过去任何的时间 只要国会有一党独大 绝对不会推动国会的改革 而在这一次唯有在野合众联合 才有可能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国会改革 这不是口号 因为立法委员不是各政党的工具 因为带了满满基层的民意 渴望改革 渴望国家进步 而过去往往都是祸悉尼 只要有政党独大 绝对不会有国会的改革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都有国会的调查权 听政权 不得藐视国会权 以及国会证员必须不能说谎 否则重罪的这样的法律 我想这才是让113席立委 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位独立行使职权的国会议员 能够成为一座人民的靠山 我想今天中华民国各部会在各个政权时代的腐败 往往都是因为政党政治把所有的国会议员职权把它阉割 所以此时此刻非常重要的就是国会改革 我想这个目的就是这一次我要参选国会领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而且在合众联合在野的部分 非常不容易形成的 我想今天我们不能放弃一个民主的制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不管在任何的时间再艰困 民主的制度绝对不能放弃 那过去不管是这个王金明先生 还是这个曾永泉先生 洪秀柱女士 每一位都是经过假投票初选所产生的 一个民主政党 过去一路走来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在野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份的成果 我们也非常重要 不管不管大家的想法如何 我们绝对不可能跑票 因为一个在野党 它就是要团结 更重要的是今天要监督执政党 我们托付了这么多 八百万以上的民意 是希望监督好好监督政府 我想我们一定一定会全力的坚守岗位 但是民主的制度的可贵 我们也会坚持 我想在这里啊 任何人的一些想法 我们都尊重 我想这不管是认知作战还是怎么样 我们都尊重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宫廷派跟实战派的想法 我们都可以并进没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 国会改革不能再等 我想我们这要坚持 另外 我不是这一次啊 来协助所有国民党 大家一起啊 能够躲回政权 在2024的这次总统大选 我担任全国后援总会的总干事 不管是今年也好 还是2020年也好 辅选韩国瑜 跑全国来参选总统 2029合一 昆琦担刚 全国提名跟辅选的责任 一直到今天 不是为了哪一次 我们就是希望 这个国家能够壮大 能够清廉的政治 我想我从政的22年当中 所有的政务可以接受检视 我们也在希望 这时候不管任何的想法 我们都以尊重 但是民主的可贵 我们必须珍惜 我们都以为了 从政务之后 我们都以为了 我们都以为了 可贵 我们都以为了